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宝宝 正在荒郊野岭哭着找妈妈 可周围却没有任何回应 不知过了多久 宝宝的声音渐渐微弱 直到没了力气倒在地上 究竟是怎样不负责任的爸妈 才会粗心把孩子落在这深山老林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这一家子趁着周末出来郊游 女儿因为不舒服躺在车里休息 突然一个长相猥琐的男人敲响了车窗 看上去就不像什么好人 女孩大声呵斥她赶紧滚开 可男人并不想善罢甘休 还尝试打开车门 慌乱之中女孩暗响了车喇叭 可这非并没有吓走猥琐男 反而让她更加兴奋 就在这时 一个胡子男听到动静往着走来 女孩以为自己有救了 殊不知胡子男和猥琐男是一伙的 区别就在于 胡子男更加凶残 只见他手持猎枪 威胁女孩赶紧下车 面对黑洞洞的枪管子 女孩不得不打开车门 另一边 女孩的父母也听到了喇叭声 害怕女儿出事 父亲把墙堡中的小儿子交给妻子 以每秒十米的速度 朝着车子的方向跑去 但是他手上根本没有武器 三两下就被两个歹徒放倒在地 妻子见丈夫半天没有返回 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安危 把宝宝放回帐筒之后 也朝着车子的方向奔去 一个恶狼飞扑 将猥琐男扑倒在地 母亲拼命大喊 让女儿赶紧跑 可还没跑出去几步 只听得一声枪响 女儿呆呆站在原地 胡子男以父母的性命相威胁 你要是敢跑 就送你爸妈去见阎王 没有办法 女孩只能束手就擒 一家三口被五花大绑 毫无挣扎的余地 而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猥琐男和胡子男是真的变态至极 就喜欢玩一些刺激的小游戏 他们把女孩父母绑在树上 在父亲头上摆了一个一拉罐 然后跑出去击摆你 举起枪瞄准一拉罐 这要是一枪打歪 不得脑花四箭了 父亲被吓得直哆嗦 一拉罐也顺势从头顶滑落 胡子男走上前去就是一脚 又一个没控制住 一拉罐再次掉落 这一下彻底惹怒了猥琐男 性格暴躁的他 不管三七二十一 抬手就是一枪 父亲当场隐恨西北 但这还没完 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母亲 此时的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了丈夫的惨死 直接崩溃大哭 胡子男想将一拉罐摆在母亲头上 可母亲无比亢奋怎么也不配合 胡子男健壮 直接一拳将他打晕过去 这下终于可以安心打靶了 谁知胡子男是出了名的歪霸子 接连开的两枪都偏离了目标 引得一旁的猥琐男哈哈大笑 胡子男感觉有被冒犯到 枪口往下一拉 精准命中母亲的胸口 为了找回面子 胡子男又一枪解决掉了地上的女 只能说他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搜刮完财务之后 两人正准备离开 却意外发现这家人里还有个小孩子 为了已决后患 防止18年后有人来复仇 二人来到帐篷寻找小孩的踪迹 可把帐篷翻了个底朝天 也不见半根人毛 小孩子到底跑哪去了呢 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正在被两个丧心病狂的歹徒追杀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小孩的家人都已惨死在了歹徒手里 可歹徒并不想善罢甘休 准备来个杀人灭口 好巧不巧 阿珍正好从一旁经过 可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孩子 等他返回车上 发现有东西一落 原路返回才发现倒在地上的孩子 他赶紧呼唤男友阿强 阿强正好是医生 试探完小孩的脉搏之后 发现并无大碍 只是被饿晕了过去 他们把小孩带回车上 心想着是哪个粗心的父母 把孩子丢了 此时的他们早已没了交由的心情 只想着赶紧把孩子送下山 还是救人要紧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一辆车子停在了前面 车上下来的正是歹徒猥琐男 他们还以为猥琐男是附近的猎人 连忙向他救主 说捡到一个孩子 问他认不认识 猥琐男凑到车上一看 呦 这不就是他要找的小孩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 全部费功夫呀 他谎称这小孩的父母就在附近 刚刚他还看到了 说着就带着阿强上山寻找 穿过茂密的草丛 猥琐男故意把阿强带到了凶杀现场 好家伙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躺着两具尸体 还没等阿强搞清楚什么情况 猥琐男先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在一旁嘟囔起来 怎么只有两具尸体 明明是三具的呀 母亲的呢 阿强一脸懵圈 什么母亲的 猥琐男指了指不远处 只见孩子母亲的尸体 就躺着石头后面 阿强凑上前去 发现母亲还有一膝尚存 正准备给阿强说写什么 身后的猥琐男害怕事情败运 抬手又挥了一枪 这一下母亲算是死得透透的了 阿强这才意识到 这哪是什么猎人啊 这是杀人犯了 他一把推开猥琐男 朝着林子里一路狂奔 等猥琐男站起身来 阿强早已不见了踪影 只能盲鞠两枪 赶紧提枪追赶 这要是让他跑啊 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边 枪声引起了阿强的注意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胡子男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他趁其不备 赶紧躲进车内反锁车门 胡子男见状 不紧不慢拿出猎枪 只听哐当一下 车窗玻璃应声而碎 而阿强也不是好惹的主 掏出匕首精准命中胡子男手腕 胡子男被疼得是哇哇乱叫 趁着他包扎伤口的间隙 阿强抱起后座的孩子把腿就跑 胡子男恼羞成怒 打开笼子放出猎狗 猎狗撒了欢思地追了出去 胡子男紧随其后 可追到半路 猎狗就被林子里的野兔吸引了过去 胡子哥只能无奈感慨 简直就是猪队友 然而更让他无语的还在后面 他继续追赶着阿珍 正好碰到追赶阿强的猎琐男 猎琐男物把他当成了阿强 抬手就是一枪 平时枪法稀烂的猎琐男 这种时候却神准 等他跑过去查看情况 倒在地上的竟然是同伴 胡子男最后留给他三个字 猪队友 不得不说 胡子男是真的有点倒霉 连续碰到俩猪队友 突然 林子里传来孩子的哭声 猎琐男寻着声音找去 发现了抱着孩子的阿珍 刚刚失去同伴的猎琐男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冲过去一把夺过孩子 重重地摔在地上 随后开始收拾阿珍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女人被吊在树上 猎琐男上前解开他的裤腰带 却并不是想办事 而是想让女人发出尖叫 引出他的男朋友 可无论猎琐男怎么动手 女人硬是一声不吭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男友正在准备跑路 上车打火挂挡起步 一套流程轻车熟路 车子发动的声音 引起了猎琐男的注意 他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到 女人的男友是个耸淡 他赶紧放下阿珍 拖着他就往车子的方向狂奔 路过胡子男的尸体时 阿珍发现地上的孩子 已经消失不见 他还以为是男友 把孩子抱走了 心中一阵暗喜 可他自己还身处险境 猎琐男将他赛上车 朝着阿强逃跑的方向追去 在车上 猎琐男不停地嘲讽 阿强是个耸淡 这阿珍怎么能忍 他瞅准时机 一把夺过方向盘 车子静止朝着路边的树撞了上去 瞬间冒起一股青烟 另一边的阿强终于逃到了山下 他还算有点良心 来到镇上的警局报案 人命关天 警察赶紧带着阿强原路返回 在路边发现了撞毁的车子 看到男友带人回来来救自己 阿珍欣喜若狂 果然男友还是在乎自己的 可就当警察下车查看情况时 从临身处传来两声枪枪 两名警察阴声倒闭 原来猎琐男早就埋伏在了路边 男友见状 赶紧跳到驾驶位 准备再次抛弃阿珍逃跑 这次他就没有这么好运 猎琐男碰的一枪打在他的肩膀上 他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阿珍趁机解开绳子逃跑 猎琐男不慌不忙用枪指着阿强 用男友的性命相威胁 让阿珍赶紧回来 阿珍果然重情重义 为了男友的狗命 心甘情愿被抓 但现在猎琐男并不想解决他们 因为刚当的车祸让他腿部严重受伤 根本开不了车 需要阿珍开车送他下山 到时候再杀人灭口 殊不知 这是把自己的命交在了阿珍手上 阿珍和男友坐在前排 猎琐男持枪坐在后排 车子行驶到半路 阿珍注意到猎琐男并没有系安全带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子里产生 他跟男友一个眼神适宜 紧接着猛打方向盘 车子瞬间失控 来了个360度翻滚 猎琐男被摔了个四仰八叉 本来就受了伤的他 经过这一番折腾 已是奄奄一息 阿珍可不想再给他机会 还是不到要紧 只见他将车门一开一关 猛加猎琐男的脑袋 随后举起一旁的大石头 猎琐男当场领了盒饭 镜头一转 阿珍已经出现在了医院里 凭借着超强的战斗力 他成功将歹徒反杀 看着病床上昏迷的窝囊男友 他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而那个年幼的孩子 还躺在丛林里 一只猎狗守护在他身边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